欢迎您回到频道 今天的这期视频 来和大家聊点不一样的东西 那就是我去看电了 这次呢 我探了一家在广州 有了七年的 这个历史的一个老牌骨拙店 但是我的这一次 探店之旅呢 是非常非常狼狈的 因为我去广州探店的 这两天的时间呢 正好遇上了台风天 然后呢 是那种大暴雨的 我在去探店的路上呢 很不幸的 就是被 倾斜了差不多45度的 这个大暴雨淋湿了全身 我的头发的妆容 我的衣服裤子鞋子 全都湿了 然后加上到电了之后呢 才三点钟嘛 但是这个雨下的太大了 所以说天是非常黑的 就已经跟晚上一样黑了 所以说呢 光线我觉得会 插了那么一丢丢 然后取景插的效果呢 我觉得没有那么完美 但是这都不重要 我觉得 回顾我这整个探店之旅呢 还是蛮有意思的 但是 也又有一点小小的遗憾 因为我在第二天的时间呢 在广州 就把我的手机给弄丢了 不过呢 这个就是后话了 我之后呢 可能会出一次视频来 和大家去聊一聊 我的手机是怎么丢的 然后呢 为什么又找不回来了 OK那么废话呢 就不多说了 直接就来和大家去分享一下 我在这次探店之旅 都发现了哪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而且呢 也来和大家去盘点一下 在逛中古店的时候 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 都有哪些 帮助大家呢 避免裁空 然后呢 挑到适合自己的 古卓商品 这家叫做 郭小如古卓精选的 中古店 开在广州市田河南一路 他们在当地很有名 他们不仅仅是开了七年 那么简单 他们也是国内比较早的一批 做奢侈品Vantage的实体店 很多的包包 衣服 首饰都是老板在日本拍卖行 拿到的一手货源 整个店的面积不大 大致走个15分钟 就可以看完了 但如果说你要好好的看包 然后试杯 再去看一下首饰区的配饰的话 花上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我觉得是还蛮有必要的 他们家主要是 主打中古的Chanel 还有Louis Vuitton 加上一点爱马仕 Fendi Gucci的中古包款 还有一些只有在他们店里 才能淘到的特色包款 每个区域都是以品牌来划分的 可以一个一个区域慢慢看下去 除了包包的区域之外 他们还有一个首饰区 上架销售的大部分都是 香奈的中古胸针 耳环还有手镯 和少部分价格非常划算的 迪奥的项链和小配饰 对我来说 他们家的香奈 是最让我惊喜的 有一整面墙 加一柜成类柜那么多 成类柜里的包包 从经典的mini classy flap 到很少见的手拿款2.55 再到墙面上摆满了 很多叫不出来的名字的包款 直接都让我挑花眼 另外像他们家Louis Vuitton 的中古包款也非常的全 从80年代的包款到90年代 直至千禧年间 用Mark Jacobs操刀设计的秀款 还有联名系列的作品 基本上都可以在这里看得到 我会推荐大家去选购 这些超级经典的 性价比很高的水波纹系列 他们的实用性和造型感都很出色 像我手上的这支水波纹系列 很像Kelly的手袋 4000多块钱就可以把它拿下了 不过我觉得水波纹的中古款 会比较的挑人 也比较的挑造型 所以说大家再去选购中古包款 在逛中古店的时候 是尽量的 能打扮的比较复古一点 就最好了 或者说是穿一些牛仔类的单品 这样子再去试 那些中古包 或者说中古首饰的时候 可以更加好的去试出 他们的感觉 另外如果说你对LV 对香奈娥不怎么感兴趣 但是又是一个那种 很喜欢其他品牌中古包款的 时髦巾时装巾的话 我会建议大家 如果到了这家店之后 直接到他们店里面 最尽头的那面墙 上面的一些很特色的包款 绝对都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有很多很特色的款式都摆在那里 从比奥到圣罗兰 从GUCCI到基凡西 这些中古包款 全部都是可以用大几千的价格 就把它们给拿下的 像这只中古款的YSL 夜下风情包 就是一个带有Archive属性的经典包款 在二龄春夏初的Cassandra 就是用这款包包来改的 还有这一只在包客初 有4G logo的基凡西手带 橙色非常新 同时也完全没有那种过时的感觉 现在拿出来使用 别人还会以为是 Cliobet Keller时期出的复刻款 我还发现了几款很经典的 GUCCI的中古包款 像是这一款主节手提包 把它用来混搭现在 米开里设计的时装 真的就是可以做到融会古今了 把那种新宇宙的味道 在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还有这只精致的小印箱 它的造型感非常的强 用来搭配一些 比较复古的风格的造型 会让你锦上添花 而且我翻了一下这只包包的内里 干净的出乎我的意料 在很多人的眼里 中古店卖的包包 都是那种使用痕迹非常明显 或者说有很明显的折痕的 但是在这家店里面 去看他们的包包 基本上是看不到什么很明显的折痕 滑痕 还有那些非常强烈的使用过的痕迹的 像我拿的这一款粉底的遛购包 包身的帆布就跟新品一样 只有在顶部的金属扣 有一些磨损和氧化而已 还有香奈儿的洗漱袋 皮革很亮很有光泽感 没有滑痕十几年过去了 还是那么的柔软 触感还是那么的细腻 另外像是香奈儿的一些口盖包款式 去看皮穿链的肩带部位 也是没有破损和明显的金属摩擦的痕迹的 我觉得骨酌的魅力呢 就在于它是一个时代遗留的产物 我们可以去透过这件骨酌去看当时的时装设计师们 他们在设计时装设计包款的时候考虑的因素是什么 然后那个时代的流行的文化是什么 然后那个时代的时装金们追捧的时尚风格又是什么 而且我们还可以去反推现在的时尚大牌的设计师们 他们在去做新的包款服装设计的时候都借鉴了哪一些 几十年前甚至是半个世纪前 那些品牌的档案里面的一些非常经典的标志性的元素 同时呢我们还是可以去借由这些有年代感的 有历史感的 有时尚历史遗留价值的这些古着呢 去为我们的穿搭更加多增添一份层次 故事感或者说呢就是怀旧感 因为在我看来呢穿搭的目的就是表达自己展示自己 所以说呢我们完全是可以去借由这些 七零八零九零年代的这些古着的单品呢 去讲一个和当下完全不同的故事 或者是表达一个完全不同的自己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你的穿搭就会在当下这个盲目的 然后呢同质化的潮流里面呢 不会泯然众人意 另外他们店里面的服务呢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不要去看他们的小姐姐都非常的酷 非常的有个性 但实际上呢他们的人都非常的好说话 非常的nice 像我在去看一些包的时候呢 他们都会主动的去跟我介绍 这款包的历史啊年份啊设计师是谁啊 包括这款包包背后有没有一些有意思的 这些小故事和小知识 这里面的小姐姐还会根据你的喜好风格要求 去推荐适合你的气质 尺寸大小场合使用的潮流款冷门款和一些特色款 大家在去逛的时候其实是可以跟他大胆的 向小姐姐们提出自己的需求和想法的 而且在店里面呢也会经常去做一些包展或者是活动 即使说不买多来看看跟小姐姐们交流交流也是可以找知识的 其实说到古卓大家都会对这些东西的来源真伪存有疑虑 特别是现在很多网上面卖的中古的商品渠道呢很多的是来源不明的 或者说品质呢都是参差不齐的 特别是一些我们在网上购买的中古包包呢 实际上拿到手了之后它的品项可能并不是像页面简介上面说的那么的好 所以说呢大家在去买古卓买中古包款的时候呢我还是建议大家亲自的去实体店里面挑选去购买去试杯来确认这个东西到底适不适合你 它的品质是否它的品项是否足够达到你的要求 那么像郭小卢这家店呢他就做得非常的好 第一呢就是他们是一个有七年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老店了 第二呢他们这家店呢是有正规的这个鉴定资质的 他们在店里面呢是有常驻的这个鉴定师的 包括是他们的老板都是有专业的这个鉴定师的执照的 所以说呢他们是接受第三方的这个包包的真伪的这个鉴定的 如果说呢在他们这里买了包然后呢你觉得有问题有疑虑可以是去第三方的平台去鉴定的 如果说呢鉴定区有问题然后呢再去找他们他们是全权负责的 第三就是他们在日本设有分公司很多的中古品呢都是他们从日本的这个拍卖行呢拿到的一手货源 所以说包包啊首饰啊服装啊这些价格呢相对来说呢会更加的合理 渠道呢也会相对的更加的透明 像是衣服这些接触皮肤的品类他们会在拿到商品运送回国的时候 还会经历紫外线的消毒杀菌来保证卫生问题 不过他们店里面的衣服呢尺寸的会偏小比较适合南方女孩子们的身材 毕竟他们都是从日本拿的货嘛日本的女孩子大家也都知道了身材都是很娇小的 像我试戴了他们家的一顶香奈儿的牛仔帽 虽然说很好看但是帽子的头尾真的就是我的头的二分之一 所以说在线下实体店去亲身试过还是很有必要的 然后大家还可以到饰品区去谈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 橙色几乎全新的中古首饰 像我身上带的这一枚胸针价格就已经超过一万了 小姐姐告诉我价格了之后呢我还是非常吃惊的 另外像是一些相当的经典的会心青蛙元素的耳环耳夹都是很有看点的 还有一些老佛爷时期的秀款在这里都可以看得到 像这条皮穿链的硬币项链就非常的惊艳 它集合了几个香奈儿的经典元素 像是皮穿链的设计 还有就是银币正反两面的CocoLady的头像 可以把它挂在胸前也可以把它系在腰间当做腰链 很多人以为中古的东西呢因为旧 所以说呢就会非常的便宜了 其实呢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决定古着中古品它们价格的因素呢 不仅仅只有时间和使用评次这两个因素 更多的还是关于这件古着它的一些时尚遗留的历史价值 还有呢就是它的稀缺性所决定的 但是他们家Dior的首饰的价格就还蛮实在的 很多款式都在2000块左右就可以买到了 我手上面拿的这条项链呢就是中古款的Dior项链 它的设计灵感就是来源于Question Dior示意间里面的穿衣镜 还有这款字母分解的Dior项链 居然是一大一小一对的情侣款 特别有意思 我觉得大家在去买一些中古的首饰或者说包款的时候呢 可以先去了解一下这个品牌它的历史 它前任的设计师们都设计过哪一些东西 然后呢再去跟一些很标志性的关键性的这些元素呢 去挑选相应的这些中古的首饰和包款 因为呢现在的很多时装设计师们呢 他们都会很喜欢的去做一些复古的设计 把以前的这些archive或者说呢一些非常有标志性的首饰 标志性的元素呢拿出来重置或者说呢再设计 这个中古款的情谱包就不是2000多就可以买到手的了 另外的话我觉得大部分人会对中古的首饰的新旧有一些疑虑 担心说首饰会过度的氧化或者说磨损严重 所以说大家尽可能的是到实体店里面去挑选去购买 多摸摸多看看戴在身上看效果觉得不错了之后再决定下手 像他们店里面的小姐姐还和我说购买首饰了之后 如果出现问题是可以回到店里面去帮助修复的 甚至是你买的时间过了很久很久之后 他们都会一直提供相应的帮助跟服务 其实说到中古店呢很多人都会把它跟收破烂 或者说烂包旧包拿来做挂钩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都不说日本了 在欧洲在西方中古市场 它是一个非常健全的非常专业的 甚至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个体系了 所以说呢他们是有很严苛的这个定义的标准的 像是我之前一直在和大家聊的很多法式的icon 像卡米尔舍利叶, 卡罗琳这些法式的icon 他们都非常的喜欢去欧洲的这些中古店去淘一些非常 怎么说呢有历史的这些牛仔裤啊 一些外套啊, 首饰啊, 甚至是包包 然后再去用这些独一无二的 然后呢有独特时尚印记的 被时间洗礼的这些古着品呢 去混搭当下的一些非常时髦流行的服饰 然后呢去创造出一种跟当下的同质化流行 截然不同的独一无二的这种时尚风格 我想这才是古着在当下 在当下时尚的这个大环境下的一个非常独特的魅力 OK在视频的最后呢再来和大家聊聊 再去逛古着店的时候要注意哪一些问题 同时呢再来说一些我自己对于购买古着 购买中古包的看法 首先我们一定要明确一个目的 那就是古着品它其实只是一个有时尚历史遗留价值的单品而已 它的作用更多的是来增加我们穿搭的这个故事性装饰性 还有就是层次的它并不能作为一个当下流行款 或者说一个新款的一个平替更加不能因为说我是因为预算不够 然后呢去选择了一个中古的这个包包拿来做平替款 这个想法呢是非常错误的也是非常的虚荣的 第二就是在去选购古着的时候呢尽量去挑选一些大的门店 而且呢是在网络上还有社交媒体上可以搜得到的 然后有评价的有好评的这些店 这样子在去购买的时候呢我们获得的这个保障呢 就会更加的全面了 第三就是去跟店员去确认你购买的这件古着 这个中古商品呢是否有瑕疵破损折痕 以及一些你不能接受的这个质量问题 同时呢也要问清楚有没有错标错反的这种情况出现 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我们虽然说购买的是一件古着的商品 但是我们作为消费者的权益也一定是要受到保障的 所以说呢我们在购买完了之后 一定要去和店员去确认我们的这个售后服务是否有保障的 然后呢索取一些票据发票这些东西去保证我们后续的这个维权也好 或者说呢维修的服务也好 这都是很重要的 OK关于这一次的探店之旅 还有就是一些我认为去逛中古店比较重要的一些小tips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说你在近期正好有去逛中古店的需求 有去逛中古店的想法 我希望这一期视频呢可以给你带来更多好的灵感 或者说一些比较实用的建议 OK如果说你喜欢我的视频和内容 记得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改天再见啦